哈喽大家好,欢迎来到思维密码,一个为你解锁智慧思维的频道。 今天,我们会来谈谈,人到中年,开始变富有的四大迹象。 李嘉诚说,财富不能单单用金钱来衡量,内心富贵,才能真正拥有财富。 金钱只能满足我们物质的需求,真正的快乐来源于精神富足。 人到中年,日子过得平平淡淡,总以为这辈子就那样了。 其实,一个人若要转运,还是有些蛛丝马迹的。 有这四个迹象,往往是开始变富有的征兆。 一,控制消费欲望。 在物欲横流的今天,摆在每个人面前的诱惑很多。 消费的欲望就好比人性的鸦片,抽上一口就很难抽身。 其实,买来的东西,多数是自己不需要的。 有条三期法则是这么说的,一部手机,70%的功能是没用的,一间大房子,70%的空间是闲置的,家里的东西,70%是经常不会用的。 买了却闲置一边,只能算是浪费。 只有利用起来,才算物有所值。 不懂得截至欲望,就会被欲望反噬,扰了本心,乱了方寸。 前几天跟同事去买衬衣,是穿之后,他发现,黑色衬衣显妆重,粉色的有点小可爱,白色的百搭,绿色的很配自己的白色短裙,红色的穿起来,女人味十足。 每件衣服,都让自己爱不释手,无法割舍。 最终,他索性将所有的颜色都收入囊中。 欲望的闸门一旦打开,会产生一系列的连锁反应,掏空你的钱包,膨胀你的虚荣心,消磨你的控制力。 曾国藩说,由碱入奢,亦如下水,由奢入碱,难如登天。 放纵消费,只是获得了短期的愉悦,而牺牲了远期的目标,控制消费,才能提升长期的幸福。 朋友就在消费欲望的驱使下,渐行渐远。 朋友几个月前,又是买车,又是旅游,让人非常羡慕。 不管是聚会还是购物,出手都很阔绰。 同为中年人,为什么他能突然报复? 直到有一天,催债的电话,打到了我们每个人的手机上。 这才恍然大悟,原来,他的报复源于各种网贷。 等再次见面,他声泪俱下。 在消费的路上,他杀不住了车。 于是,开始钻研各种投机取巧的行当,是网贷把他拖进了欲望的深渊,不能自拔。 如今,他背负着几十万的债务,征信上也被拉入了黑名单。 他如果没有被消费的欲望裹挟,日子过得虽然平淡些,但也不会断送了自己的未来。 就像明代韩真所言,于不忍鸡沟上死,鸟应贪食往中死。 人到中年,经历了人间疾苦,世事无常,理应变得从容和淡定。 切莫因一时贪念,被欲望绑架,走向不归路。 一个人越来越富有,当懂得如何取舍,才能淡定从容,生活有进有退,才能成就人生。 舍弃不必要的物语,把钱用在刀刃上,才能让生活更充实。 二,把身体照顾好。 前段时间,四川成都的一个外卖小哥坐在路边休息的视频上了热搜。 外卖小哥超负荷工作,在路边多次晕倒。 第一次晕倒后,他坐在路边休息了一下,就慢慢地站起来。 结果亮亮呛呛,又再次倒在地上。 这次,他坐了很久。 最后他再次站起,拖着沉重的步伐,继续开始工作。 如果不是身体透支,年纪轻轻,不会轻易晕倒。 这次,他能坚持站起来,如果不照顾好身体。 下次呢?下下次呢? 身体健康的时候,才能拥抱当下。 没了健康,就没了一切。 杨东平对此深有体会。 当健康存在的时候,像阳光,空气一样,不足为奇,似乎天经地义,享用不尽。 而当他一旦丧失,则无异于天塌地陷,任何事业、财富、情感都毫无意义。 多少人忙忙碌碌一生,追求所谓的事业、财富。 而疏忽了健康的重要性,就在身体轰然倒塌后,一切都为时已晚,毕生的追求也都化为泡影。 网络上流行的一句话,人到中年不得已,保温杯里抛枸起。 人的命运如同一列火车,透支身体,也是一种超载。 只有定时保养,才能顺利到达终点。 前阵子,真子丹为妻子庆生,一张年龄满50-20的铜矿照上了热搜。 67岁的吕良伟和60岁的关之灵,加上59岁的真子丹,哪有那种年龄该有的暮气沉沉和人老朱黄的状态? 不仅仅是他们,还有刘德华、刘嘉玲、郑秀文、舒淇等等,无意不是风采不减当年。 仔细翻翻他们的日常,之所以有动灵的状态,都是常年严格自律的结果。 他们深信,只有把身体保养好了,才能保住演员这个饭碗。 除了每天坚持健身,在饮食上,他们也下足了功夫。 刘嘉玲20年不吃晚饭,刘德华30年没有喝过冰水了,舒淇一点油脂都不碰。 郑秀文从不肆意吃东西,还加大健身力度。 可见,他们对身体的自律做到了极致。 对健康持有积极向上的态度,身体也会做出正向反馈。 把身体照顾好,就是在赚钱。 人到中年,自己才是人生路上的最强靠山,善待自己,才是对自己最大的负责。 三,学会投资自己。 人生最好的投资是什么? 巴菲特曾在演讲中说,最好的投资,就是投资你自己。 用读书汲取知识,用知识武装头脑,这是最经济的一种投资自己的方式。 从小就被人问,读书能当饭吃? 从长远看,读书不仅可以填饱肚子,还可以创造财富。 就像池子健说的,书的功能不是一吃吉林的特效药。 书是雨露,阳光和好的空气,它带给人的益处是悄悄来临的。 坚持读书,将来你会感谢现在努力的自己。 著名的文学家鲁迅先生用嚼辣椒驱寒的办法,来提神读书。 鲁迅先生从小学习认真刻苦。 他年少时,在学堂读书,由于成绩优异,获得了一枚精致奖章。 拿到奖章后,他即刻卖掉,先是买了几本书,然后又买了一串红辣椒。 每当夜晚寒冷,夜读难耐时,他便取下一颗,放在嘴里反复咀嚼,直至辣得满头大汗。 冬天,他就是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。 自我增值,可以提高自己的认知,改变自己的境遇。 脚步丈量不到的地方,通过读书可以实现。 轮椅作家石铁生的文学成就,与他的孜孜不倦是分不开的。 他在一次意外感冒发烧,引起腰椎裂柱病发作,导致了下肢瘫痪。 身体上的残缺让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,一度失去了活的勇气。 是写作给了他活下去的力量,他通过不断地学习,感悟,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文学梦。 是读书启发了他,使其对人生重新定位思考,也给了他写作上的灵感。 所到之处,皆留下了他对生命的品薄。 他在《我与地毯》中写道,我在园中读书。 我独自坐在祭坛边的路灯下看书,我坐在窗前轻轻静静地读书。 身体的残缺限制了他的行动,但是通过读书,他完成了思想上的蜕变。 读书给了他力量,给了他实现梦想的翅膀。 海伦凯勒形象的比如,一本书像一艘船,带领我们从狭隘的地方驶向无限广阔的海洋。 人到中年,如果说还有什么捷径,让自己的路变宽,那就是多读书。 读书是一种曲线增值的投资方式。 四,踏实做好每件小事。 俗话说,一屋不扫,何以扫天下。 对小事能够做到细致入微,养成良好的习惯,才能有做成大事的潜力。 美国前国务卿鲍威尔,就是这样一个事无巨细的人。 他开始时的第一份工作,是进一家大公司当清洁工。 他没有抱怨,反而对工作投入百分之百热情。 在工作中,不断吸取教训,总结经验,把这样一份微不足道的工作,做得有板有眼。 他甚至还研究出一套拖地板的窍门,如何将地板拖得又快又好,既省时又省力。 这一切的努力并没有白费。 最终,老板被鲍威尔的认真,细心打动,断定他是一个人才,破格提拔了他。 正是这份把小事做戏,做精,做实的工作态度让他在事业上大放异彩。 能做大事的人,常常是那些不厌烦小事并把他们做好的人。 水滴时穿,绳巨木段,做好每件不起眼的小事,通过积累,最终会实现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。 就像孩儿总裁张瑞敏说的,把每一件简单的事做好,就是不简单。 把每一件平凡的事做好,就是不平凡。 360行,行行出状元。 成功者都是立足小事,并不断生耕,最终出彩。 赫伯特说过,一朵花,做不成花环。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。 人到中年,愈发懂得,控制消费欲望,将会衣食风盈,自由自在。 把身体照顾好,才会有奋斗的资本。 学会投资自己,是为自己铺路。 踏实做好每件小事,就是在为自己积累财富。 愿我们紧握手中的希望,珍惜当下所拥有的,通过积累,为自己编织一个漂亮的花环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。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,不要吝啬你手边的点赞。 你也不妨订阅,分享,及在下方留言。 我们在下个视频再见。 请不吝点赞。